今次的紐約州議員選舉中 兩個華裔候選人 曲文義和陳鶴里的競選 誰會勝出 其實心中早就有Show 大家都猜到 或者很多人都期待 這樣的結果 不知道你們是怎樣 總之結果就是曲文承認敗選 她表示會繼續服務社區 下一屆的州議員出來了 恭喜她 大家恭喜陳先生 曲文是台灣人 她的競選對手就是我們廣東人 廣東台山 這位新的議員是周議員 來的 她得票就 多過她成五千 陳議員呢 她就在 六年一字超過 四十年了 超過 國語共同話有時 戰榮不幸 這個台灣女人都很厲害 因為過去兩年 她做了州議員 是我們布林的首位華裔州議員來的 和紐約州第一個 亞洲女性的州參議員 都很厲害 希望有更好 我們都想 紐約這個社會 社會 社區 已經變得很差 希望有好轉 期待更好的 這位陳先生 原來 都是做過警察的 長期服務於 紐約市警察局 作為台山移民的陳學里 在粵語人口 佔多數的 當地華社中 有一定的草根基礎 針對華社 或者社區住安問題的不安 她主張加強的警力 反對新建郵民所 我想很多我們普遍的民眾 選擇出譜 或者是選擇陳學里 就是頭兩個 我們所需求的都是 自己居置環境周邊 都沒有再有些恐怖分子 精神病的 或者是很驚嚇的事件 槍殺、搶劫 種種治安極之差的情況 這簡直是很多人的惡夢 總之就是管理好 這個 令他們的生活好些 安心些 主要都是治安問題 如果誰做 令到治安好些 還有 賣東西不用這麼貴 壓制一下 其實都沒有 對我來說 普遍來說都是 首要都是治安好 如果誰管理得好 至少支持誰 希望很多人都不要 上了台之後 有一套之前 又說到好 看戲看得多 現實版本又多 變節 Anyway 我們個個都希望 更好的未來 沒有人想明天比 今天更差 而已 就議完這個 選舉結果 應該就不是很多人失望 總統結果 我都不敢知道 萬一失望 很快就有結果了 在世界日報看新聞有時候 剛剛吃完午餐 今天吃的都挺好吃 現在每天都吃到些 不是每天都吃到的東西 跟你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昨天已經知道 在二十五大到八十六街 有什麼活動 我不知道 或者下一條片再說 在報章看到這些照片 我會打回記者的名字 給他們一個credit 在這裏 多謝各位的觀看 片尾就放下我 最近經常吃的東西 美食 街拍 多謝各位對我影片的支持 記得點贊留言 祝你們生活愉快 點贊留言 點贊留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